對 放了立場一格 立場的阻隔 但是我們這邊只有哨兵的話 其實我們的傷害量是不夠的 好 抖了一下 阻隔似乎好像沒有太大的成效 對 因為我們的兵力太少 我們做一個阻隔 可是卻不敢跟它硬碰硬 對 我一般來說是做一個阻隔 要把你的兵力做一個殲滅 所以刺蛇的射程比雙炮遠 沒有比較遠 可是我們利用應該是一樣的 身上射程之後 但是我們利用一個遠距離 剛剛先拆掉兩個建築之後 我們這邊正面做一個突擊了 這個立場隔住了 圍在裡面 對 圍在裡面打 那我們後面有狂戰士 趕快傳到出來 翼化蟲配刺蛇 打的就是狂戰士配哨兵了 那這邊的話 我們光炮被打掉了 打後面的翼化蟲又補了上來 沒有立場了 對 源源不絕的翼化蟲 去追射狂戰士打 狂戰士有一隻 有一個光炮躲在後面 對 後面還有一個光炮 如果這個刺蛇一波流嗎 這個是非常極限的一個刺蛇 算是一個類似前中期的快攻了 對 要去打掉兵營了 這個非常少見的 用刺蛇來這邊打的 對 這個戰術非常非常罕見 那這樣子直接做一個壓制 其實打得Nifi有點措手不及 對 後面還有追劣 Nifi可能是以為對手會用 會用一些 張藍或是異化蟲 那我們可以用立場做一個阻隔 但是刺蛇因為攻擊距離較遠 然後立場變得說比較難以施展 那我這個部隊又過來 又打爆了一個兵營 現在出兵點是不是 又要直接衝了進去 直接衝進來的話 對 去打二礦了 這次衝進 我們這次衝進 直接衝進主礦 主礦啦 對 直接衝進家裡面門口 後退 稍微後退了一點點 工兵都被迫拉了出來 那這一波真的是 損傷非常非常承受 對 現在WiSpiderMAX 重開都蓋了人家門口了 對 重開已經鋪過來 是用蝗蟲做一個鋪蟲胎 對 那這樣子一個部隊量 刺蛇沒有跟上異化蟲 趕快拉過來 如果連探測機都拉出來幫忙了 這就可能 對 這時候要趕快拉出來幫忙了 因為通常我看到 連工兵都拉出來幫忙的時候 就覺得他是不是要準備 泡老人茶啦 準備悲劇 準備悲劇 要泡老人茶要準備一些茶杯 悲劇就開始了 沒有 其實現在這個狀況 真的非常 壓力非常非常大 不過如果NIFI守住 因為前期是偷了比較多的工兵 還大有可為 這現在算守住了嗎 現在應該是初期這邊 應該是稍微守住了 那工兵的數量 NIFI這邊還領先三隻 但是MAX這邊不打算 讓你可以傳口氣 後面又傳著大量的 異化蟲過來 是不是要直接再做一個壓制呢 沒有 稍微後退了一點點 對 刺蛇真的動作 比人家慢兩拍 他連撤退都好像不慌不忙 對 在後面大喊 等一下 好像沒有那種 倉皇逃跑的感覺 哇 慢慢的走 對 慢慢的走 那我們這邊的蟲蟲也 有的更慢的還在後面 哇 對 蟲蟲也在喊 等我 不過蟲蟲可以飛比較好 我們可以飛在外太空 對 哇 慢無慢以及人之慢 還有人比你更慢 一慢還有一慢慢 對 對 那這邊是再補出了傳送門 再補點兵營 剛剛兵營門口被打掉了 那現在這個狀況 雙方都回撤了 那這邊MAX應該是要補充自己的經濟了 但是 喔 沒有 他還在暴翼化蟲 喔 那這會不會是一個 假開礦然後實際上是要直接 又要一波壓進你家呢 對 他也是有去開了三礦 對 而且他已經開到四礦 四礦了 對 可是四礦的情況之下 他卻不補工兵啦 工兵的數量還是只有31隻喔 喔 不過被看到了 哇 被看得一千二鼠 被小眼睛看到了 對 要是再不做一個壓制喔 那現在這個狀況 喔 要打石頭 這是三礦的石頭 對 我們的 咬了幾下喔 對 那這邊的話 尼比斯可能是覺得 兵力不太夠 選擇後退 喔 這個兵力做一個死守 一化蟲 沒有辦法不敢做一個前壓喔 因為建築學喔 建築的擺放以及立場喔 威嚇太大了 我們的賽平呢 Soubert昨天晚上回家之後 我勤練把石頭打爆 對 爆 爆爆爆爆爆爆爆 對 是啵 不是啵 那我已經練了 都咬到舌頭了 練了五百遍 把石頭打爆 對 打石頭打爆 對 我們這是電視轉播 更不能說錯 差點變大舌頭啊 喔 剛剛是有把石頭打爆啦 對 打爆了 我們從旁邊做一個夾擊 但是我們巨象已經出來了 巨象出來了 巨象在後面攻擊得非常開心 而且我們在立場的放置 非常非常不錯喔 那現在這個兵力硬壓的進來 我們遠處有刺蛇 WANIFI在太空總站沒有輸過的 結果 能不能撐住呢 非常非常關鍵性的一波 擠在那邊一坨 好像是有機會守住的樣子喔 我們後面狂安斯再補充了出來 刺蛇在... 刺著後面後 後面的MAX也不太補充 巨象又出來了 巨象又出來了 對啊 非常關鍵啦 第二個巨象出來 就意味著MAX這波B 只能後退了 這隻後蟲跑得好慢喔 後蟲表示... 我...我爆了 我要打 然後還有更慢的蟲蟲 落對了就該死了 落對了這個追劣 看著蟲很開心啦 你可不可以飛快一點 我會打爽一點 我給你5秒鐘跑 對 還跑不掉 好 那這時候 趕快為了救自己的蟲蟲 拉了...這時候我們的一化蟲會拉了過來 但是...好 拉過來走 直接打自己 直接打竹框 但是我們又傳出了狂戰士 這就是一化蟲的優勢啦 到處流竄啊 對 到處流竄 但是這時候 狂安斯傳兵非常的快速 而且巨象又剛好出來了 哇 非常關鍵喔 這一波守住之後 我們看到 NIFI的人口數是領先了40啊 喔唷 對 NIFI這邊人口領先 而且MAX這邊 現在要開始補充自己的工兵 但是... 為食一晚了嗎 非常危險喔 因為現在這個狀況就是 NIFI可能會直接做一個潛壓了 嗯 對 因為我們應該是可以判斷 這個兵量是 你應該是犧牲經濟 才會有這麼大量的一個兵力喔 對 還有刺蛇群 對 刺蛇群 還有大量的異化蟲 那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我們馬上補出了地刺 要做一個防守 欸 那... 巨象... 蟲族誰可以打到巨象呢 其實巨象這個單位喔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非常高的陸地單位 所以你對空對地都打得到它 所以你看到所有的兵種 只好可以攻擊都打得到巨象 可是因為巨象的攻擊距離 非常非常遠啊 所以我們一般來說 都必須要依靠空軍做一個攻擊 是 對 那現在看到這一波的過來 這個礦軍應該是直接要不保了 對 雖然很多的地刺 一直伸舌頭 刺刺刺刺 對 一直刺 但是這邊的話稍微後退了一點 對 不過還是巨象的那個雷射光束喔 哇 直接給它捅過去比較快 對 非常非常凶惡啊 那現在後面的兵力 再補過來 果然喔 稍微後退了一下喔 但是我們稍微補充一下兵力之後 再壓了過來 目前有三隻巨象 哇 這一波對於MAK來說非常危險啦 MAX接下來已經他就只能 死守自己的二礦和三礦了 喔 那NIVI這邊 NIVI的打法一般來說 其實他是比較保守的選手 常常會選擇 覺得自己優勢 就是他會選擇稍微做一個防守 做開礦 我們可以看一下 部隊稍微集結一下 可能會不一定會立刻做一個進攻 好 來 看一下 這邊只有異化蟲 還有刺蛇 對 還有少量的蟑螂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對空單位 我們沒有 腐化飛蟲其實就是巨象的克星 類似人類的圍巾 專門追殺你的巨象 我剛剛就是要問這個 對 對 因為巨象真的太兇狠了 如果你沒有空軍的話 那蟲族的 可是他現在在深輔化飛蟲 來不及了 有點來不及了 主要也是因為我們前期 犧牲了太多的經濟了 我們現在經濟跟不上 我們現在才剛蓋下 剛蓋下我們的飛塘塔螺旋塔 對 這個螺旋塔剛蓋下 但是蓋下要等他完成才能蓋兵 真的度秒如年 他跑得好慢 對 而且完成之後 還有沒有前蓋兵才是一個關鍵點 這個是假的嗎 對 這是假的 我們看到有點有個 灰色的那條在跑的 就是他的生命週期 因為假的會活比較短 一切都是幻象 嚇不倒我的 對 但是這些兵力就會嚇到你了 嚇到了 嚇到一個不行 五隻巨象 五隻巨象 潛藏折止 怎麼又停下來 在等人 對 後面又等了部隊 對 那現在這個人口比例 差到了四屎 然後看到了 重築的蟑螂 那現在部隊要直接做一個潛壓了 哇 非常非常大部隊喔 又在打石頭 對 在打石頭 要查打你的山礦了 就把石頭打 我們不接了 打爆 爆爆爆爆 打爆了 現在進去了 對 打爆我們就衝進去 那現在這個部隊 好 我們繽紛兩路了 直接繽紛兩路了 我們旁邊吸引的部隊 都用立場做一個阻隔 那現在從巨象的上面 打得非常非常開心 那我們這邊自之不敵 打不贏了 結果Max打出了GG了 所以在第一回合 駛桃園噴射機隊的NIFI獲勝 NIFI 啊 五連勝啦 追平How are you 的紀錄 NIFI 聯盟第二個五連勝的選手 而G Max 則是吞下了四連敗了 休息一下再來看第二回合的比賽